淡宰岛中被官方隐藏的两个飞行载具 快叫上你的淡搭子 一起来看看 你们都玩过吗 首先第一个飞行载具 它是被官方隐藏的红色载具 悬空飘着它的名字叫星河淡淡车 如果你也想玩星河淡淡车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星河淡淡车 它坐人的地方是在星河淡淡车的车顶 并且当我们淡宰 坐上星河淡淡车车顶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启动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宰大声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淡宰岛中 第二个被隐藏的飞行载具 它是谁 今天我和学姐发现了 这辆被隐藏的第二个载具 它也是可以飞到天空中的 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做兔兔车 小伙伴们 你们看兔兔车的下方 并没有兔子腿 而是白色云朵 并且它的飞行速度很快 会引起淡宰的惊慌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 它行走的时候 还会在旅途留下美丽的彩虹 这就是被官方大大 在淡宰岛隐藏的 两个飞行载具 第一个隐藏飞行载具的名字 叫做兔兔车 第二个被隐藏的 飞行载具的名字叫做 星河淡淡车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